當下不虛度 人生無可悔 當我閉眼睛的時候 我不會後悔 因為我沒有虛度我的光陰 兩千年的時候 在一個姻緣際會下 跟著朋友到我們台南市的第一個畫室 玩著玩著 其實這個興趣就培養出來了 當我2003年 我把我的成衣事業收起來之後 我就想說 那我來繼續玩下去 衣服它吊在衣櫃裡面 它是平面的 但是穿在我們身上 它是立體的 過去我對這個立體的東西 非常有興趣 因此我想 除了這些平面畫作以外 應該還有其他的領域 我可以去學習 我就回到學校去 再去研修兩年的造型藝術 我畢業之後 2006年 隔年 我就得了11個獎項 我沒有因此而驕傲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事實出頭了 我反而沉澱下來 思考兩個議題 一個是我的創作路線 另外一個是在這個生態裡面 如何去擴展我的層面 我每兩年就會去開創一個新的美材 新的創作技巧 應該有一個很獨特的一個方式 就是用系列性的去退出 慢慢去走出一個 在比較前端的一個路線 2020年 籌組了我們台灣第一個 國際藝術收藏家協會 投資藝術 它可以保值 甚至你運氣好 說不定翻倍增值 那所以我也去引導一些企業家來投資 因為收藏家 如果他們這一塊的生態 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下面的藝術家 我應該是先製造商機給這些收藏家 那另外一方面呢 藝術家這邊呢 用我過去 從商的這個模式 去做行銷 就是以量自駕 那這種模式呢 就是藝術家也贏 買家也贏 我這邊也贏 就是至少要三年 所以因此我 我無論在行銷方面 或者是策展方面 我至少都要三年以上 我才要做 那當然這個是 你要有一個行動力去做 不用遲疑 因為你沒做 光是想是沒有用的 就是要去做 那做了之後呢 不斷去修正 這個修正當中 你還要去聽取別人的意見 要把握你當下的 你必須去做的事情 如果有人問我說 你今天的成就 我到底做了些什麼 其實 我也沒特別做什麼 我就是做了兩件事而已 一個是分享我的資源 一個是利他人的事情 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大部分人就是 顧著自己的資源 然後自己也走不出去 那別人也走不進來 那你要把這塊餅做大的時候 你肯定要分享出去 而且多做一些利他人的事情 你先替別人著想 到最後 老天爺回饋給我的 真的是 你這一輩子怎麼想都想不到的 你也會怎麼想到的 我還是要這樣子 你這就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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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就要去看